市場上有很多指數可以讓大家參考 其中一個叫做恐慌指數 Grey,這個恐慌指數可以看到甚麼出來 聽到這四個字都很恐慌 因為英文叫做VIX 其實美國原創的應該拿一些數據 去反映市場的恐慌情況 怎樣使用呢 其實都是看指數的高低 譬如那個範圍 通常都會在最低的10、12情況 去到36、50多都可以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如何參考 其實每天都看到 看圖表都看到的 一個走勢圖 如果去到10、12 其實反映市場對股市或經濟 是比較樂觀、亢奮 所以這是這樣做一個指標 當去到比較高的時候 你看到36、40等位置 可能市場是非常恐慌 反映當時的價格或股市 其實波動性非常強,很敏感 市場一聽到消息 就可能觸發一些大拋售 或者大賣入的情況、行程出現 我們給大家一個例子 其實試過恐慌的情況 都看到10年到48 11年到48 當時11年是慘的 就是美國主權不評級被調低 現在聽到就好像一個舊文 當時是非常震撼的 被調低,由AAA最強的 調低一級 所以恐慌指數就攀升了 當時恆生指數也有售天年 股市恆指由25,000點 到16,100點 跌了9,000點 2015年的時候 也有些疫情 科網股被枯額 和中國那邊在炒錢方的問題 恐慌指數又飆升到50多 市場又跌了 這個情況 大家都要好好看 那個範圍可以做個參考 大賣入會否說 其實這個參考指數 都有它盲點的出現 就算它真的很高 但也不代表甚麼 其實也有一點盲點 我們看到最為人所知的 2008年,我們稱為雷曼事件 當時2008年10月 其實恐慌指數達到96 當你應用時,有機會中計 因為去到96時 你會看到市場很害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96時你會看到 可能會繼續拋售你的股票 結果恆生指數 在2008年10月 就是剛剛見底 就是一萬點左右 就升到三萬多 美國也是差不多 你看到很害怕的時候 其實再過了三個月 2009年1月的時候就見底 所以恐慌指數是,越高越害怕 但如果最害怕的 會否是一個賣入時機 這個技巧 捉的時機也非常需要技巧 所以有時不可以單靠指數 去考慮入市策略 最好還是多學幾招旁身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